同修梦叫所有的同修在准备法会的物品 师父传真过来给同修功德部 功德部上有一排排记录着同修们为师父放生鱼的数量 这个数量是同修放生数量的双倍 同修正迟疑的时候有个声音说 发心不一样 功德不一样 很多同修以为自己为自己放生的数量达到了 其实菩萨的功德部上都记录着实实在在的数量 此刻同修正想看另一页上的功德部的记录时 却发现功德部上的记录被马赛克遮掉了 不让看 接着就听到功修组组长把所有的同修都召集起来给大家上课 严厉批评我们很多同修以为做了很多功德 就是因为发心不一样 功德全没有了 我们执着功德 因为功德而做功德 连发心都没有 怎么可能少功德部呢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菩萨都知道 你们给我小心点 还不提升境界 你们以为师父不知道 护法不知道吗 师父开始一讲 这个你应该把这一段写出来放在你的QQ群上 还放给 放在更多的东西让他们看到 这个你刚刚在讲的时候 师父都看到这个里边的情况了 我可以告诉你这是真的 完全是真的 因为很多人给师父放生 当然了 你要记住一个问题 那师父完全是没有我自己的 我这条命都是为大家的 所以你想想看 他们有些人帮我放生 那你比方说他放了一百斤 那为什么功德本上就寄了两百斤了呢 他自己都觉得奇怪了 对不对啊 发心啊 他给我发心他的目的为什么 他让师父救度更多众生啊 你说他这是什么发心啊 是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他如果为自己 哎呀 我要身体好呀 我要怎么怎么怎么 我问你 是不是为自己啊 为自己是不是为自私啊 是不是有自我啊 是的 是的 对不对啊 境界不一样 所以他功德不一样 但是功德有吗 有 还有的人呢 他为什么求了不灵 放生都不灵呢 因为他放生的时候 就脑子里想到 哎呀 我要好啊 我要好啊 啊 那个 人家说的放一万条就会好了 我就放一万条 啊 不行 我就拿点钱出来 我就放怎么样 啊 我放 好了 你这个什么发心啊 你是赌博心态啊 菩萨怎么会来 护法神怎么会帮你啊 你怎么会有功德啊 好了 真的是这样 今天有个小姑娘告诉我 她说师父太辛苦了 异性的弘法 无私无我的在度众生 她说她发心给师父放一万条鱼 真的是很心疼师父啊 啊 你现在知道了就可以了 为什么今天这功德本上就告诉你们 你们自己要知道你们的发心 你们的发心就是让师父身体好一点 能够救更多的众生 那你想看你这个发心是不是为了救更多的众生 又不是给师父放的了 啊 对不对啊 就像师父一样 我过去不喜欢锻炼身体 我现在为什么要锻炼身体啊 我要让肉身坚强一点 我能救更多众生啊 那对不对啊 啊 你现在不是为自己啊 你过去整天工作 也想不到锻炼身体 现在你必须锻炼身体 因为你身体好了 你可以救度更多众生 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身体好 每一个人都能够救度更多众生 那么这样的话 你的发心又大了 更大 因为众生比师父还要厉害啊 对不对啊 是的 是的 师父慈悲啊